互联的广大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家鱼 欢迎大家和我去学习零基础,入门学习戴耀反 OK,这一节课呢,是我们的第四十节课 大家都说,老人家都说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在第三十节课的时候 大家觉得我们的练习是突然之间难度一大增 让大家觉得有人生中莫大的考验来了 然而呢,现在呢,经过了十集视频的教学 觉得大家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能力终于也上去了 到了不惑之年呢,小姐觉得我们的视频教程应该 教学模式应该有所更新 不再像以前一样 小姐在上面讲一大堆的语法 这个是幼儿时代学习的内容 现在的话呢,我们是这样子的 主要是以一些比较经典的实力 来促使大家去有这个兴趣 来学习我们这个Delphi 而我们将通过在实践中来进行一些新的知识的学习 因为现在大家都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学习能力了 不用怕说大家说这个语法 忘了那个逗号少了之类等等的 好,那我们进入正题 小姐一直觉得 我们要写一个程序的话呢 就事实上跟我们找女朋友是一样的 女游的话呢,就自觉替换成男朋友 谢谢合作 首先呢,长相一定要过光 对吧?有很多人可能就拍着胸脯说 我看重的是内心 事实上当马路对边的一个妹妹出现在你眼前 你们刚刚认识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看得清楚内心呢?对不对? 所以呢,首先展现的是界面 界面呢,需要友好 然后再追求华丽 OK? 无论你这个程序是开发给客户的商用的共享转件 或者说是给自己用的 当然希望把它写得尽量的友好和华丽 各个功能都得展现出来 别说弄得这个稀释啊,还是什么的啊 什么油棒,琵琶棒,吃面这样子啊 不好 让大家用了半年之后才发觉 哦,原来这个程序还有这样的功能啊,这样子不好 接着 逐步发掘内心的强大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会一个一个版本的往上升啊 1.0,1.1,1.2 每一个版本的升级除了一些 bug的修复,等一下我们会讲 然后呢,一些功能的增加,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迅雷啊 我们的这个COOGO 跟随着我们的Windows的升级 他们的版本也不断的升级,对不对? 用到了最新的这个ERROR特效啊 感觉都是效果特别的漂亮 当然,他们最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平,非常非常平面的一个小小的程序 开发来的啊,逐步将增大 好啊,讲的太兴奋小小也都多说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给他提一些建议 对不对? 因为呢,人无王人啊 啊,我们不能有云伦效应 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会发觉啊,身边的另一半 会有茫茫的一些缺点啊 除了当初的优点 还有更多的是缺点暴露出来了 这时候呢,你应该耐心的啊 给他提建议 朝你心目中的女神发展啊 这样子就和谐社会 和谐家庭 OK 这意思就是说 对我们程序来说就是Bug要打补丁 对吧 因为呢,我们一个程序啊 输入或者说是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导致了Bug的存在 而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Bug慢慢的会被发觉出来 发觉出来呢 我们就要对他进行一个surprise啊 进行一个修复啊 OK 多少坎坷要克服啊 总有的 无论是2Person啊 还是3Person 还是断背伤啊 起码都会有一些坎坷 需要我们来克服的 当我们克服完这些 之后呢 最后就功德圆满了 OK 恭喜你 你的水平又提高了 好 说了这么多呢 主要是让大家 在一个轻松的黄金下来学习啊 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程序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程序 这个程序呢 是我们的这个扫描器啊 大家看到了我们用了鱼锡 统一的一个 90%的透明因素啊 反正是Delphi本身有的一个属性啊 不用白不用 用了没白用 看上去挺帅的 好然后呢 这个界面呢 是要感谢我们这个小生猫啪啪啊 帮我们画了这个界面 挺好看的 对吧 挺酷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刚开始开发我们这个程序 非常简单 只是一个端口扫描器 用到的 组件也非常少啊 就一个 clan clan socket clan socket一个组件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装饰而已 OK 然后呢 那我们发觉这里可以设置我们要扫描的IP啊 127.0.1 这是一个本地的回环 回环IP啊 就是扫描本机的意思 那我们就是一般用来测试的 我们按一下扫描啊 端口可以设置的 按下扫描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个IP和端口范围还有速率这些设置都全部对他进行辉画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在中间修改他啊 反正修改他也没用 然后这里出现多一个暂停扫描一个按钮 对吧 然后这个按钮的改变颜色变成了停止的一个标志 我们可以暂停啊 暂停的停下来了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恢复啊 对吧 他的进度会不断的增加好 这个进度的话呢 这个是用到了progress bar啊 progress bar这个一个空间 那我们按停止的话呢 他就中止扫描 然后我们得到了我们这个主机 开着这个135端口 OK 好 我们退出程序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程序的设计思路 原代码呢 稍后给大家提供啊 不急 然后我们这个程序呢 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交给大家来协助处理 首先我们这个程序 我们看到了有两个空间啊 一个是Timer Timer的话我们看到了60 60跟这个60是一样的 那很明显这个就是扫描速率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每调用一次Timer的话就怎么样 进行一次链接啊 首先我们不知道网络什么概念 但是我们知道 有这个60毫秒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速度嘛 跟他速度有关的 也就是说 他每60毫秒就触发一次Timer这个事件 对吧 触发这个事件的时候就进行一个链接 一个端口的链接 一个操作 OK 就像说你6秒钟打电话给小姐姐 6秒钟打电话给小姐姐 这样子不断的骚扰啊 那我们就发觉了这个空间特别好用 对吧 还有这个呢 是我们的ClanSocket客户端接口程序啊 客户端接口程序 关于Socket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Delphi的增强版里面 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从原理级别来介绍Socket编程啊 Socket网络编程 这事实上是一个接口编程 它有分为一个ClanSocket 还有一个ServeSocket ClanSocket的话呢 是客户端啊 而ServeSocket呢 是服务端 客户端向服务端发出请求服务端来回应 就像说我们要登录 鱼西论堂的时候 鱼西论堂的时候 我们首先在我们的这个 呃 浏览器填地址的地方写上bbs.vc.com 对吧 然后呢 你的客户端就是你的浏览 浏览器本地浏览器 向我们的服务器发出什么 请求啊 说我要连接你 然后由鱼西的服务器来进行一个被动的反应 所以呢 在这时候我们的本地浏览器就是客户端 而我们的服务器啊 我们鱼西论堂就是一个服务端 OK 这些概念的话呢 暂时先给大家这么介绍啊 不会听得大家云里雾里 我们这里呢 需要探 探查到端口的话 我们只需要设计一个 客户端啊 一个客户端的 空间就可以了 那好 那我们说分析程序从哪里开始分析 从触发点开始分析对不对 那么这个程序的触发点是在哪呢 是在扫描对吧 我们要按下扫描这个程序才会动嘛 你你你按退出他都拜拜了啊 看不到了 那他的触发点是在这个扫描 那我们也就是说从代码层次的分析 我们要从这个扫描开始 在讲之前 我们来讲两个新的空间 一个是我们这个client socket client socket 你如果不知道在这300多个空间的哪一个啊 这里按这么多 不知道在哪一个的话 我们可以根据名称在这里搜索 c l i e n t 对吧 s o 出来了 socket啊 好 那这个啊 这个是progress bar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进度条啊 跟我们之前讲的那几个score bar也是差不多的 一个进度条而已 好 那么首先开始分析 双击一下这个按钮 当这个按钮被按下的时候 我们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首先是做一个检测啊 防止说这三个空是空的啊 这四个空是空的 如果他们是空的话 提示输入IP 提示输入端口 提示输入端口 提示输入interview interview就是一个间隔啊 间隔就是扫描的速度啊 没几 没几毫秒扫描一次 OK 然后全部都没有空格的话呢 那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看到 如果全部都满足的话 也要全部都设置好参数的话 好吧 我们开始 ifPanel1.caption等于 停止啊 大家看 这几个看上去像按钮 事实上是什么 是Panel啊 为什么 因为我 我要使它的界面变得好看一点 而按钮呢 是不能够随便改变颜色的啊 不要麻烦 我们直接用Panel 看上去也是跟按钮一样 也有按下去的效果 对吧 然后呢 它可以改变颜色啊 那我们就用Panel Panel就是这个面板啊 这个是这个面板 好 如果 它等于停止的话 我们执行 但是呢 这时候它是等于扫描的情况下啊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扫描的情况下 Else就是说它在扫描的情况下 第一次扫描的话呢 我们将这个Progress bar 啊 的Step By 减去 你总共有多大的数值 你又减去多大啊 就减去这个 减去这个 也就是对它这个 这个给初始化啊 使它为零 OK 使它这个进度条的进度为零 啊 就仅去最大数 接着呢 ClanSocket1.Port ClanSocket1.Port 这ClanSocket 这个空间有一个Pock的属性 Port呢 就是端口 啊 设置它的端口 它就会自动连接 OK 它就会有一个Connect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啊 设置它的端口 初始端口呢 就是我们的起始端口 对吧 也就是我们的Edit2的Test 好 然后呢 ListBox ListBox在哪里啊 在这啊 这里有一个ListBox OK 我给大家写出了啊 这个ListBox 我只是把它的这个边框给设置没了啊 大家看一下 把它边框画出来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ListBox 用来列举扫描到的端口啊 为None的话呢 然后背景为黑色就全都看不到了 透明化 挺好看 好 接着 嗯 接着的话 Labor4.Caption等于Edit2.Test 啊 也就是Labor4 这个是Labor4 Labor4的这个呢 就是说当前扫描到的端口啊 我们看我们的新的字体 比较漂亮啊 Port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字体啊 这两个都是同个字体 这字体呢 小姐新发掘出来的啊 挺好看的 大家自己写进去啊 P-A-P-A-P-Y-I-U-S 啊 OK 这个也挺好的 挺可爱的字体 然后黑色的话呢 一般搭配绿色和红色 看上去比较酷啊 好好 接着往下 小姐其实也没什么审美眼光的啊 然后呢 设置好这个ProgramBar的一个初始值啊 它的min最小值是0 最大值的话呢 设置为两者之差 因为我们这个不一定是从0开始 对吧 我们可能是扫描 当当扫描1000到1024的端口而已 那我们就注意啊 别被骗了 两者之差设置它的最大值 然后呢 它的Timer啊设置为这个60 初始是60你也可以设置为其他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按下了这个按钮对吧 执行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已经按下了这个扫描的按钮啊 它会变成停止啊 然后我们这使得这些为FORCE就是不能用 然后把它自己的名字改为停止 改为停止 然后颜色改为红色的 我们 你像一个一个一个什么要触发的话 它红色就特别的显眼啊 挺好看 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一句 打开我什么 我们的什么 Timer 我们的计时器 那么打开我们的计时器说明我们 然后就没了嘛 然后这这个按钮的行动就全部结束了 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个计时器这里 对不对 那么你就接着来研究这个计时器到底搞了什么花生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计时器这里 果真用到了这个clang socket的port 如果是等于这个判断一下 如果是等于这个的话 等于这个edit3的话 等于这个的话 那就怎么样 就说明已经扫描到我们的最后的一个端口了 那它就可以 停止了 对不对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我们就来判断啊 如果这个端口等于我们这个当前的端口的话 也就是说没有错误的话 那么它就开始进行一个协助 首先呢 就是把当端口往下移一下 指向下一个端口 我们的edit label for label for 也就是这个当前端口的指示的这个label label加一对不对 label加一啊 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愚蠢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这个potty啊 potty啊 这个端口等于 into string的这个pot 啊 这个pot 这个一句什么用呢 事实上啊 我们是到时候扩张的时候要用到了啊 小小鞋是先写了后边的程序 这暂时我们没有用到 啊 不用用到这个 我们先把它注视起来啊 这个暂时不用用到 OK 然后接着的话呢 先把它去掉吧 看着暗眼啊 以后要用的话以后再加上 好 接着的话呢 哎 跑哪去了 啊 接着的话我们设置好这个clansocket的几个属性 然后就可以使它open 把它打开 打开完之后它就会自动去connect 知道吧 把它打开又可以了 啊 这一句就是可以了 使的connect 啊 把它这个socket打开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会去连接 然后会产生两个情况啊 或者三个情况 那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填充它的地址 它的地址就是IP地址 对吧 然后它的port 它的端口就是我们当前的端口啊 这个s 也就是label4的这个当前端口 好 那把它打开之后呢 它会执行两个操作 什么两个操作呢 它会执行这几个啊 要么就是connect 要么就是disconnect 或者出现error OK 那打开之后它就会 会有几个情况 要么是connect 连接上了 对吧 连接上的话呢 我们就 说明这个端口已经 对方的这个端口有打开 那么就 呃 返回一个连接上的一个 一个 一个消息 对吧 这消息的话呢 它就把这个listbox把它给显示出来 把打开的端口显示出来 然后判断一下 如果我们的edit3啊 就是这个最 这个末尾的端口 是等于这个label4 当前的端口的话 也就说明扫描结束 就可以把这个计时器给关闭了 好 那如果产生这个disconnect 也就是连接不上 什么情况下连接不上啊 要么网线断了 要么对方的端口没有打开 OK 那么一般的话 这就是对方的端口没有打开 那么timer1啊 继续 继续执行啊 也就是说确定它执行 继续扫描 OK 好 那接着还有一个error啊 当它产生错误的时候 我们直接error code等于0 我们现在还不用到这个 至于为什么要error code要使它为0 大家可以 危机啊 viki一下 好 大家如果 对这个觉得说哎 事实上这个好像没做什么事啊 你可以把这个去掉 把这个去掉然后变异 运行一下 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啊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因为它在连接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错误啊 在一定方面上 我们使的这个error code等于0 是屏蔽一些错误的一个做法 OK 好 那我们在扫描的时候啊 他会使得我们的这个 显示出来啊 我们这个panel sheet显示出来 我们看到了 使得这个panel sheet panel sheet 应该在这啊 panel sheet啊 使得我们这个 visible为tru啊 把这个按钮给显示出来 就是说允许我们暂停扫描嘛 那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的情况下 他会产生什么样 他首先把他的名字改为恢复扫描 因为这时候已经暂停了 按下之后他就暂停了 对吧 他首先改变名字啊 恢复扫描 啊 不对不对不对 这个这个还是一个判断啊 如果他是等于恢复扫描的话 按下之后呢 就使得这个timer为tru 就开始扫描了 那如果现在我们是 显示暂停扫描的话 也就这个情况 那么的话呢 timer就使得为force 就是计时器停止了 然后这个按钮变成恢复扫描 然后呢 color改变一下 然后 step等于0啊 step等于0的意思呢 step就是步进啊 步 走路的那个脚步的步啊 就使得他现在不进行一个技术啊 他的进程停止 停止 OK 好那这时候就是说我们按下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是恢复扫描状态 那我们按一下 他就进去了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进程是怎么进行的呢 我们看一下 当我们按这个时间 每一个时间片的时候啊 就是每60毫秒执行一次的时候 执行一次的时候 他在最后的progress bar1 点stepby啊 唯一 每一次进行一格 每一次就进一格 对吧 进1% 所以呢 这个思路啊 这个程序的思路经过小姐这么一分析 就显得特别的简单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些编程代码的规范化 如果说啊 你的原代码是 这样子 小姐经常看到一些原代码是这样子的啊 这很正常 啊 全部全部 全部 呃 set加tap他就往前退一个tap进的位置啊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非常的纠结 对不对 这样子非常痛苦啊 而且你的程序要扩展 今后的话呢 我们会加上 嗯 同一个端口 一个IP段的扫描 对吧 一个 真 比如说我们局域网的IP 192.168.1 到192.168.2 呃 168.0.255 啊 这么一个 区域啊 这么256个端口的扫描 256个IP啊 256个IP的扫描 那我们会在这里边加进去 然后呢 我们还会 使得他 能够进行一个什么样 多线程并发啊 因为我们当线程的话速度比较慢 如果呢 这个把这个程序做成多线程的话 那么他的效率就高很多了 但是呢 很多bug都是在多线程的时候出现的啊 我们以后会来讲这个 Delphi开发多线程的程序 一个程序如果是多线程的话呢 有很 呃 他的不稳定性会增加很多倍 OK 接着随着我们逐步思想的奔发 我们会慢慢的把它进行一个改进啊 慢慢的对他进行一个改进 使得这个程序呢 变得越来越帅啊 变得功能越来越多 OK 啊 今天的视频教程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